HELLO 大家好 我是XXY 今天的120秒評電要來評的是 後進王健民 相信王健民過去在陽基球場上的表現 可以說是讓球迷為之瘋狂啊 但是在一次的跑壘意外之中 讓他在球場上的光芒逐漸的退散 現在他在哪個球隊 或是他曾經到過哪個球隊 對於不熟悉他的觀眾來講 或許是一個非常困難回答的問題啊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 他曾經在媒體上面被瘋狂的報導 曾經是我們過去某一個時期內的共同記憶啊 後進王健民這部紀錄片 紀錄了王健民從2009年開始被陽基釋出之後 到2016年重返大聯盟站上投手球的那7年之間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紀錄片 看到了這個台灣棒球英雄默默努力的模樣 電影片名取名為後進 除了是取之於棒球投手在投球之後 進壘期間的棒球入境之外呢 同時也說明了王健民他擅長使用深卡球 這種強調後進的球路 以及他闖蕩大聯盟在陽基的山崖之後呢 仍然不願意放棄的心路里程啊 從開頭王健民對小朋友說出的那句 我曾經很強但是現在不是 這句話來講他倒進了多少無奈的感傷啊 或許這個是王健民他自開玩笑的一貫作風啊 但是這個或多或少說明了 我們大眾對於他的目光已經不在 而王健民在這個七年的時光之中呢 他已經錯過了他身體巔峰的黃金時期 他能不能再透過棒球農場的訓練 讓他重新調整他的投球姿勢 回到了他巔峰時期的球術呢 這段的紀錄過程呢 是我認為本片讓我最著迷的地方 整個紀錄片的情緒呢 在精準的剪輯跟編排之下呢 清楚的起承轉合 讓我們看到了精彩又感動的王健民故事 如此艱辛難嚎的過程 相信是能夠鼓舞不只是在棒球領域的觀眾 而是全部正在為自己夢想而努力的人們啊 縱使他沒有煽情或是強烈的立場觀點 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鏡頭後導演風趣幽默的一面 以及他認為棒球運動應該帶給人們什麼樣的啟發 紀錄片鏡頭底下的王健民就是一個不願意放棄 透過堅持努力勇敢面對挑戰的大男孩啊 隨著他投出的每一顆球 我們在潛移默化的過程之中 也成為在他背後默默為他加油的球迷啊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120秒評電影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的話也別忘了按讚分享 不想錯過我任何的文字影評或是最新的電影資訊 或是閱讀有關這部電影的完整影評文章內容 也別忘了按讚追蹤我的臉書粉絲團 或是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喔 我不是公讀生 我是你的好朋友XXY 感謝你